对于在念小房子的过程中,不同程度的念,用不用心和念错,会有不同程度的果报吗? 对啊,都会有果报的呀。 一个是不用心,一个是念错了,它那个果报有什么不同呢?师父,您开始一下。 其实呢,你只要忏悔一下就可以了,跟普通讲。 或者你后面念几遍补缺真言就好了吗? 补缺真言,嗯。 对不对啊?像像我们,你要是老觉得自己念错,你就要念补缺真言。 补缺真言嘛,南无荷罗赞兰多罗赞兰啊,对不对啊? 去处去处,去处去处,没了没了。 我们每次念完小房子都会补三面补缺真言的。